明明是个王妃 却被下人们欺负 被推下河里差点淹死 就上来已经奄奄一息 下人不给看郎中 连给的饭菜都是馊的 魂归西天之际 王妃的不甘心换来了 21世纪的顶级女杀手小红 随后含冤而去 是的 小红穿越了 了解王妃的过去后 小红心中暗暗发誓要百倍奉还 小红醒来后 身边是唯一对自己忠心耿耿的赵嬷嬷 赵嬷嬷让小红赶紧起床梳洗 因为姬妾们要过来请安 小红当然知道 他们只是做表面功夫 原因是王爷要回来了 小红出房门后 正好听见姬妾们在说小红坏话 其中还有一个是这样的修为高 经常欺负小红的小妾 小妾也是小红二叔的女儿 当年威胁小红并成功成为王爷的唯一妾室 小红还保留前世的异梦 伸手对小妾就是一个坦坦坦 小妾应生而跪 要不是身体太弱 这一坛早让小妾断了腿 小妾艰难起身 嘲讽小红偷听 小红反手就是一巴掌 疼得小妾哇哇叫 小妾想要反击 却又被一顿狠揍 小妾搬出当郑北侯的父亲 小红深知要不是自己的父亲失踪 还有皇帝的忌惮 郑北侯根本不会封给手无腹机之力的二叔 为了让小妾清醒清醒 小红拿出家法 而这第一下 便是替原主王妃打的 深更半夜 王妃独自偷偷出城 只为不再受欺负 是的 小红已经穿越到寒冤而死的王妃身上 为了在这弱肉强食的世界中活下去 小红必须得先找到药物 治疗着孱弱且无法修行的身体 这天晚上 小红让赵嬷嬷准备好马车后 便直奔城门而去 另外一边 被小红加法伺候 并赶出王府的小妻 也是自己的堂妹 正在向二叔告状 二叔现在继承了小红父亲郑北侯的爵位 十分嘚瑟 看到女儿被欺负 心生一计准备陷害小红 小红来到城门口 竟然没有任何守军 出城意外的事 而此刻正在城墙上的二叔 故意造谣独守空房两年的小红是私奔去了 这可吓坏了兵甲 一个王妃私奔 兵甲可不敢隐瞒 只能向上私禀报 回到小红这边 赵嬷嬷在马车上等待 小红则独自往森林中去找药材 就在这时 小红脑中突然响起一个系统声音 给小红发布了救助附近重伤者的紧急任务 小红还以为自己的脑子坏了 吐槽了几句 没想到系统再次提示 如果一天之内没有完成任务 小红将会受到毁灭性惩罚 这下小红可听清楚了 脑海里的声音是真的 不过听起来声音怎么那么猛呢 想到这里小红忍不住露出了姨妈笑 如果你的脑子里突然响起一个声音 你会被吓到吗 穿越后的小红脑子里就有 一开始以为是进水了 后来确定是有个小正太的声音在说话 正太自称是系统 还给小红安排了任务 如果不完成救人的任务 小红将会被惩罚 完成任务 小红则可以获得积分 积分可以兑换武器 药品 暗器等等 连现代武器都有 这对于前世身为职业女杀手的小红 可是如虎添翼 不一会 小红就发现了不远处的伤者 伤者被护卫里三层外三层保护着 看样子来头不行 由于职业习惯 小红十分警惕 不过下一秒却被打脸 小红竟然不小心踩到了树枝 被发现后 小红一脸无辜说自己只是来踩药 护卫很有礼貌 知道小红懂医术马上请过来帮忙治疗 小红也刚好应了这顺水人情 此时伤者正靠着大树休息 身上都是血 更加重要的是 伤者颜值超高 小红秒变花吃脸 伸手就是一个挑逗 没想到系统还带有自动扫描功能 检测到患者多处受创 以严重失血 男子这般盛世美颜 小红哪里舍得让他死 就在小红上下起手时 男子突然醒来 猛地抓住小红的手 想不到男子已经这么虚弱了 力气还那么大 抓得小红一个生疼 你们见过成婚几年 还互不相识的夫妻吗 小红便是如此 这天小红在森林深处采药 偶遇身负重伤的绝美男子 男子得知小红是在为自己治疗时 放下了戒心 还说会好好赏赐小红 男子说话时 无意间也透露了自己王爷的身体 在大洲国只有两个王爷 一个是皇帝的儿子赵王 另外一个则是皇帝的弟弟明王 也是小红的老公 小红得知眼前就是自己素未磨面的夫君时 不禁心疼起来 冥王因为常年在外征战沙场 身上不止有心伤 还有无数处已愈合的伤疤 想到这里小红的眼神都温柔了起来 意想不到的是 下一秒小红竟然挑逗起冥王 问是不是要以身相许 吓得一旁的护卫瑟瑟发抖 没想到冥王非但不生气 反倒反手为攻 小红似乎有些招架不住 心里的小路在乱撞 只好先专心研究冥王的伤疤 听过轻影和包扎 小红发现伤口的血还是止不住 这是怎么回事 小红想要跟系统讨要一些现代药品 却发现自己没有积分可以兑换 冥王似乎看出了小红的疑惑 质疑了小红的医术 没想到小红却再次挑动冥王 故未听得冷汗直流 生怕冥王发飙 小红跟冥王用现代术语分析了一遍 不过冥王可听不懂 小红又在冥王胸口轻轻一滑 尝了一口鲜血 脑袋瞬间开窍 想到了一个办法 这对素未谋面的夫妻第一次见面 竟然就忽撩了起来 没想到吧 小红已经认出了伤者是未曾见过的老公 冥王 此时正努力地为他治疗 伤口已经严重感染 现在很难止住戏 小红把想到的办法说给冥王听 先要把伤口受感染的皮肤组织剔除掉 然后放掉四经洗 再把小红同样血型的血说给冥王 冥王听完虽然一脸淡定 但还是忍不住飘出一句 本王还能活吗 小红信心满满 偷摸着根系统要了免费兑换的输血果 正要开始手术时 冥王突然靠近小红耳边轻轻说了句话 小红羞红了脸 一顿操作后 终于完成了手术 到底什么样的人才能把一个九阶修饰打成这样 实在触目惊心 而冥王好像撩上了瘾 此刻小红也没必要再隐瞒了 坦白了身份 这让冥王有些意外 心里分析着小红戏弄自己的理由 小红则气鼓鼓的 心里责怪着夫君到现在还不放下强大的威压 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 小红抢先开口科普了输血管的珍贵 随后略带娇羞开玩笑保证 在冥王身体康复之前不会折腾他 在一番似撩又似试探的几回合后 冥王回归正体 问了小红为何会出现在此 小红如实回答 就在此时 小红脑子中的声音再次响起 正当小红与成婚后素未谋面的夫君互撩之时 小红脑子突然响起系统的声音 原来是救人的任务圆满完成 任务评分毕级 奖励十几分 根据系统的介绍 完成任务的评分等级是根据小红的表现决定的 小红不禁吐槽起来 忽然间 冥王犀利的眼神看向小红 似乎是发现了什么 小红慌张否认 冥王当然不幸 伸起食指 指着小红的额头 小红还有些娇羞 不过下一秒却遭到一捕霸道的灵力冲击 小红这小身板哪里抵挡得住 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气得小红破口大骂 原来冥王觉察到小红意识中似乎有人 所以探测了一番 冥王似乎没有发现系统 眼睛依旧直勾勾盯着小红 小红因为确实与系统对了话 不禁心虚了起来 冥王也不继续追究 打算回府再说 小红此次遇到夫君纯属意外 来这的目的还没有完成 当然还不能回去 小红小心翼翼跟冥王说明了缘由 没想到冥王答应了 为避免夜长梦多 小红摆摆手便独自离去 冥王刚刚的探查也不是一无所获 发现小红并不是传说中的废材 而是拥有顶级天赋的万象体 不过不管是出于什么 一个女子在森林深处乱逛总是不安全 冥王便指派了一名高手跟着 同时还让人去调查小红出生之事 到底发生了什么 穿越到王妃身上的小红 为了替死去的王妃拿回属于她的东西 深入凶险之地找出妙材 好治疗这具被封印住的身体 与夫君分离后 小红花费很多功夫才把药材找齐 因为前世的经验 加上灵气充沛 此次治疗轻松就完成了 因为有了原主王妃的记忆 之前所受的委屈都如同发生在自己身上 小红暗暗发誓 一定要让那些人付出代价 小红就这样在草地上打坐修炼 解开封印的身体就如同贪婪的水质 吸收着天地间的灵气 很快就晋级了 在此期间 偷偷跟着王妃的冥王护卫 已经清理了无数靠近的妖兽 小红又拿出一个炼丹炉 这个世界的炼丹手法与前世差不多 索性就炼起药来 护卫已经被小红的所作所为惊呆了 忍不住就自己走出来 小红早已知道有人保护着自己 访问了一些关于炼药的事情 原来这个世界的炼药师非常牺牲 所以药物也非常珍贵 看来是个特别捞金的职业 想到这小红都不禁激动 忍不住继续炼药 忽然可能因为疲劳过度 小红运了过去 再次醒来已经在一片虚无的空间 就在小红满是疑惑之时 听到了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 小红靠近打高 把小正太老头吓得一击零 这家伙就是先前出现在小红脑海的系统 小红邪恶笑了笑 早就想揍着嘚死的系统 顺手就把正太抓了起来 对着圆鼓鼓的屁股就是啪啪啪 疼得小正太哇哇叫 你见过这样可怕的女魔头吗 狠起来竟然连外挂都揍 小红无意间进入正太的虚无空间 现在正在打她的屁股 气得正太哇哇叫 小红继续拷问正太 如果不从 小红将对正太做不可描述的事情 吓得正太紧紧抱住自己 心想这到底是什么女魔头 但还是誓死不从 不回答问题 小红伸手就是抓住正太的裤子 正太十分委屈 原来正太当年可是个大人物 叱咤整天大怒 谁见了她都毕恭毕敬 要不是出了那件事情 现在也不至于沦落至此 眼见着小红就要动手 正太赶紧求饶 跟小红说了想了解的事情 正太名叫后皇 这片虚无的地方是后皇休养的地方 因为两人意识高度契合 小红伶俐好尽意识便会进入这个空间恢复 而肉体依旧在原子 小红突然想起要不是这家伙 自己也不会从一个有房有车的王牌杀手 变成无权无视的一份父母 小红瞬间火冒三丈 下一秒 又想到那个还未有夫妻之时的夫君长得还算不错 心里又花吃起来 后皇一脸鄙视 不少这样为高权重的人便宜了这女魔头 白白手 便把小红的意识踢了出去 明明只是个小女子 偏偏要自强 你身犯险 还差点搭上了小命 如果是你 你会这么做吗 小红醒来时 一旁的护卫都要哭了 在小红运过去后 护卫差点吓死 无奈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在附近帮小红采采药 小红不客气收下 而护卫已经被身为王妃的小红的温柔所征服 接下来还差最后一样药物 在经过漫长的几个时辰后 小红终于发现了她的踪迹 就在小红伸手去摘尸 原来是一只五阶的凶兽 这可麻烦了 护卫实力只有四阶 而小红的身体更是才刚刚恢复 这无疑是羊入虎口 护卫已经做好牺牲的准备 好为小红争取逃走的时间 没想到小红丝毫不拒 直言自己不会逃走 也让护卫好好保护自己 随后便拿出一把匕首 对准凶兽腹部就是一刀 凶兽皮操肉厚 只是一手 就把小红甩飞好几十米以 护卫随后也上去与兽兽拼命 小红冷静下 利用这控移的时间向系统求助 没想到小正太挺记仇 反而嘲讽起小红 不过正太与小红共用一个身体 正太也不敢再怠慢 推荐给小红一个目前能用的暗器 原破真 顺带还提示小红 只要将此真打入对方眉心 趁凶兽灵魂被震伤之际 直取对方要害 就这么一瞬间 护卫已经被凶兽打得奄奄一息 已经不能再拖了 一条巨大无比的大蛇猛地咬向小红 小红前世可是王牌杀手 伸手十分迷急 一个闪躲就让大蛇呼唤 看得顾卫一脸惊讶 机会来了 小红手握缘破针 对准大蛇眉心就是一次 大蛇的灵魂被震伤 弄着弯弯讲 再把一群不要扔给顾卫 顾卫性不愿力甩中大蛇眼睛 小红趁机捕上一道 凶兽就此愿力 而小红也是伤痕累累 顾卫十分自责难过 小红暖心安慰 顾卫听完特别感动 心想怎会有如此善解人意的王牌 就在两人打扫战役时 小红突然发现 有人正盯着自己 伸手就是弹弯 那人静也消失不见 小红成功击杀大蛇后 系统提示完成免堂任务 奖励巨多机 后皇也出来解释了一个 顺便收了点一息 气得小红差点喊出国粹 不过经历这一次 小红也聪明地发现 后皇一直在用各种方式 让自己变强 而这些必然和后皇 能否离开系统 中间有关系 不过这些都是后法 目前当务之急 应该先吸收刚刚得到的药物 又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小红已经成功吸收了药物 一身脏兮兮的 小红想着必须给洗个澡掉 正当享受洗白白的快乐之时 忽然发现有一男子 正在偷窥自己 这个女人正在河里洗澡 河边突然想起了男子的声音 吓得女人赶紧向系统求救 系统迅速检测小红三维身高 下一脑衣服便在女人身上穿好 有了衣物遮体 小红也自信多了 质问无回应后 小红拿起石子就向男子所在弹去 直接命中 男子反倒骂欺小红 突如驾不出去 明明可是男子偷窥洗澡在先 男子也说出了目 原来男子也为水上花而来 奈何被小红掀下手为强 还调侃小红当面脱衣袭 气得小红羞红了 见过不要脸的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 男子轻功也是了 一个瞬间竟然就来到小红背后 一手抓着小红的手腕 一手搂着小红的腰 轻轻在小红耳边说了句话 小红可不是什么擅长 前世王牌杀手可不是吹唇 只是一个动作 变脱离的男子 此时终于看到男子的阵面 只是男子带着面子 看不出是谁 看着脸型的轮廓 颜值应该不低 男子自称不会伤害小红 却被小红点过 原来在男子接近小红之时 还使用了迷魂术 男子也暗自视听 自己登踪造极的迷魂术 竟然被一个小姑娘点过了 这让男子对小红更加感兴趣 小红再也忍不住了 喊了句薄翠伸手就是一巴掌 男子轻功确实了 轻轻松松就溜走了 小红弃成了包子 暗暗发誓以后见一次打一次 忽然小红听到草丛里有声响 顺着声音 小红紧惕地找寻过去 小红顺着有动静的草丛走 竟然有一只受伤的蒙玉 更让人惊奇的是蒙物还会说话 问小红是不是食用了水生花 看着十分虚弱 小红心中一惊 根据原主的记忆 此蒙物是处于六阶 也会说人语的蓝云豹 后面还有一群正在服务他的追兵 原来蓝云豹已经怀孕 追兵正式要抢夺他腹中的海 小红定情一看 对方有四人 竟然是臭名昭著的汤月佣兵团 实力个个不容想去 而蓝云豹因为怀孕又受伤 实力大幅下降 才会被追着打 此时佣兵团已经注意到了小红 以为是要来争夺诱短 想要出之后患 不过龙套女和龙套男 似乎都看上了小红 竟然要对小红做不可描述的事情 小红冷笑一声 原本不想要管这些闲事 奈何贼人出言不许 小红的话也让佣兵图哈哈大笑 毕竟小红在别人看来修为只有一阶 而佣兵团平均实力整整高出小红两堂 佣兵团直接忽视了小红 抢先对蓝云豹出手 小红在一旁也是无奈 深知刚刚经历过大战的自己 完全不是他们的对手 只能求助外挂系统 经过筛选 小红只能兑换了 恢复七成伤势的药物 蓝云豹已快被打死 不能再等了 小红利用前世许慧的记命 一个顺一线偷袭了光头佬 几句口拍后 小红用有毒的匕首再次偷袭了光头佬 前世不愧是王牌杀手 出手快门嘴 气得光头佬痒牙切齿 此时小红悠闲躺在树上 树下是四个臭名昭著的佣兵团 正准备对小红出手 小红丝毫不惧 也不怕他们抱负 因为小红的夫君可是王爷 兼第一高手 这个靠山完全可以让他猖狂几分 一个瞬间 光头佬又被小红刮了几刀 在众人还未反应过来之时 小红再次对龙套男出手 刷刷刷又是几刀 龙套男腾的眼泪都掉了出来 哪里还敢再基于小红的身体 心想这分明是个女魔头 光头佬大喊一声国粹 向小红出手 小红一个闪现躲了过去 不知从哪里抽出一条鞭子 冲向身材颇丰但实力最差的龙套女 一个瞬间就把龙套女绑了起来 鞭子上还有刀刺 疼得龙套女忍不住挖了起来 此时还有两人已经中骨 战场局势瞬间就翻转过来 不一会儿光头佬的毒性已经发作 只得乖乖向小红求劳 小红也不是傻白甜 正在纠结要斩草出根还是放虎归杀 光头佬发誓绝不会出而反而抱着小红 龙套女也矫情骨了一举 又被小红抽了一边 看着表情 也不知是享受还是快昏死过去 随后小红心声一计 让怀孕的蓝云豹安心生产 自己把佣兵团四人都绑在一棵大树上 小红也给了几人一个机会 若是能挣脱 便放他们离去 但如有凶兽出现 那就个安天命了 佣兵团身之活下来的几率十分渺小 不禁大骂起小红这个女魔头 如果遇到别人脱孤 你会选择接受吗 小红在击败贼人后 蓝云豹已经平安生下豹仔 刚出生的豹仔依偎在妈妈身边 毛茸茸胖嘟嘟的 像一个小猫咪一样可爱 小红脸一红 已经完全被眼前的萌物给复获了 蓝云豹因为一些原因 请求让豹仔跟着小红 甚至可以让孩子跟小红血气 血气是一个对灵兽十分不公的契约 一旦签订 灵兽必须誓死效忠主人 主人身孕 灵兽也活不了 反之主人却没有任何影响 小红抱起刚刚出生的豹仔 感叹生命的奇迹 豹仔对小红也是十分亲切 这样子蓝云豹也更加放心了 但拒绝和豹仔签订血气 以便以后豹仔随时可以和妈妈团聚 蓝云豹十分感动 和豹仔独自待了一个时辰后 便十分不舍地离去了 小红带着豹仔和护卫会合后 护卫再次被小红惊到了 竟然随随便便就掳走了一只高阶一兽幼崽 一番准备后 两人一兽便启程回府 这次回到府里 下人们对小红毕恭毕敬 纷纷向王妃请安 看来上次加法伺候很有作用 回到房间后 小红发现放着一身新衣服 以为是夫君所送 细问之下原来是二叔送来的 还专门邀请小红穿着这身新衣 参加皇宫的百花宴 小红知道二叔没安好心 直接说这身衣服太丑了 让赵嬷嬷扔掉 小红特地嘱托赵嬷嬷好好照顾豹仔 自己则要去参加百花宴 小红深知今夜绝对会发生一些事情 小红自知此次入宫如虎穴 但也不得不去 换了一身自己最喜欢的衣服 原主性格是懦弱了一些 不过这身材保持的是真好 哥现代都能媲美超模 门外一位公公已经等候多时 似乎有些不耐烦 听到小红对夫君冥王直呼齐鸣 更是对小红没什么好印象 催促着小红快些启程 赵嬷嬷也有些担心 毕竟冥王没有一起赴宴 当小红到达后 宾客已经议论纷纷 原来京城已经到处在传 小红深夜出城与人私奔 这当然就是二叔的手笔 目的就是让小红身败名列 好让自己的女儿回到冥王身边 小红已经觉察到有些不对 但也只能先拜见皇帝 皇帝脸色明显有些难看 反问小红知不知道 为何要召她入宫 原来让进宫的根本不是二叔 而是皇帝 这是个鸿门宴啊 皇帝直接进入正体 问了小红私奔的事情 宾客们议论的更加难听了 此时二叔却抢先接话 竟然是在帮小红说话 小红可不是以前懦弱的王妃了 也深知二叔用意 就是不领情 直言让人来对质 小红穿越到王妃身上后 二叔也是第一次见 心想这废物确实跟以前不一样 接着 皇帝便把人质宣上了大殿 而另外一边 冥王才刚刚得知了这一切 明明小红只是出城采药 却被诬陷是去偷汉子 这可怎么办 冥王已经了解了小红 这些天来做的事情 不由地大喊一声胡闹 原来小红可以打败五阶凶兽 完全是巧合 这只凶兽半年前被裂捕 受了重伤后逃逸到森林中 不然无论如何小红都难逃一死 冥王还差人深入调查了 小红之前的生活 不能修行的王妃 基本除了吃就是睡 而现在竟然还会教训别人 冥王还以为是王妃藏得足够深 但其实真正的王妃已经死去 现在不过是从现代 穿越到王妃身上的小红 就在这时 下人来比刀小红入宫 还被指控偷汉子的事情 冥王只是轻轻应了一声 大家都知道是生气了 因为小红那天出城 遇到的就是冥王 这明显是有人在诬陷 随后冥王冷冷说一声 进宫 小红这边 证人已经来大殿 正是那天的放小红出城的守军 守军低着头回应皇帝 称小红当天打扮花枝招展 看起来特别着急 马车中还有男子的声音 二叔女儿也上前补刀 一旁的吃瓜观众们马上跟风起火 大骂小红不守女德 平时极度冥王修为高的皇亲国妻 也开始落井下石 众口说惊 三人成虎 一时间搞得小红偷汉子像真实似 小红当然不会就此白了 请求皇帝给一个对峙的机会 皇帝本来也看不惯小红的身份 但碍于自己亲弟弟冥王的实力 皇帝觉得的谨慎处理 至少证据的充分 让小红冥王都无话可说 女子本是21世纪王牌杀手 却穿越到王妃身上 没想到刚来就被诬陷偷人 只能据理力争 小红要和当日守城门的守军甲对峙 对面的女人明显慌啊 小红质问守军甲 可曾见过男人的样子 守军甲心里有点慌 回答在马车里面根本看不到 因为谁出城都是要例行检查 小红抓住这点继续质问 守军甲更慌了 直言太黑根本看不清男人 这就是小红要的话 如果真的太黑 那怎么会看得清小红 小红接连反击 守军甲哑口无言 诬陷小红的幕后主使二叔也有点慌了 自从大哥失踪后 他的女儿也就是小红天天胆战心惊 特别懦弱 怎么会变得如此巧识如簧 二叔暗暗后悔 当年就应该直接把小红塌叉了 本来对质到这应该是明了了 没想到二婶和他女儿一起出来落井下石 吃瓜观众们也纷纷扇风点火 请求皇帝替明王休妻 皇帝听后冷冷发问小红 可有证据证明自己没有做过 天下向来是正有不正无 哪有要证明自己没有犯罪的 看来这是铁定要搞死小红啊 就在这时 门口突然走进一人 大喊 本王就是证据 小红猛地转头 果然是自己的夫君明王 小红了变心心眼 心想这也太帅了吧 不愧是自己的老公 刚刚进门的明王 只是看了一眼小红 小红马上羞红了脸 心里的小鹿恐怕是撞得头破血流了 这个强大的男人进入大殿后 一股威压瞬间弥漫整个屋子 众人瑟瑟发抖 而一群无修为的娘子早已经变成花痴状 明王的归来也让皇帝十分惊讶 质问为何没有人比报 而明王则是无视皇帝的疑问 因为他现在要优先处理小红被诬陷偷人的事情 明王先是冷眼看了两个刚刚落井下士的官员 没有经过皇帝同意 直接就把两人贬为九品芝麻官 众人看到明王这么强硬霸道 以为小红这次死定了 明王轻轻对小红说了声 偷汉子 小红委屈地点点头 明王问那夜的汉子如何 小红瞬间两眼放光 直接彩虹剔起来 旁人听得很不舒服 哪有偷人偷得这么光明正大的 小红不理会 反倒问明王觉得如何 明王微微一笑说 不错 众人听到这个回答都猛了 哪有人戴绿帽戴得这么开心呢 随后明王便让轻微 将那日的事情说给大家听 轻微略做修改 称当天明王遇袭受伤 所以才通知王妃出城会合 并且王妃还帮忙治疗了明王 皇帝听后面无表情 问到底是谁如此大胆 行刺天元国的战神 明王淡定回应称 只是一群乌合之众 已经被连灯拔除 皇帝听完眉头一皱 又表示了对小红医术的质疑 不仅皇帝 听到小红救了明王的人 无一不怀疑 因为王妃在传闻中 就是废才一个 连修行都不能 怎么可能一致 九阶强者的明王 明王丝毫不理会 又瞥了一眼小红的二叔一家 冷冷说了一句 小红偷汉子的事情 真相大白了 诬陷小红的二叔一家 此刻瑟瑟发抖 二叔深知这个 护着小红的明王 只要他不开心了 分分钟能让王朝改朝换代 明王突然温柔起来 让小红自行决定 诬陷他的人 吃瓜观众们 也纷纷为自己 成口蛇之快后悔 生怕被明王 抓出来杀鸡儆猴 此刻的小红特别幸福 问明王是在霸气护妻吗 明王轻轻凑到小红耳边 说道 当初你救了我 我可是答应了以身相许 小红害羞起来 让明王别再勾引自己 因为此地不适合扑倒明王 明王的亲卫 虽然已见识过两人互撩 但此刻也不得不害羞地 遮住了眼 那明作为小红偷人的证人守军 赶紧跪下去了 明王还是让小红自行处置 并霸气地说道 有本王相护 没人敢动 穿越到王妃身上的小红 其实认识明王也没几天 让明王这么一说 心里忍不住想明王 就是魔人的小妖顶 再这样真的会喜欢上明王 但也明白 现在不一再说这些儿女情长 便吓唬守军要斩她 以便她自己供出幕后主使 就在这时 二叔抢先出手 大骂守军败坏家族名声 说完便一掌拍死了守军 二叔越祖带袍 本应降罪 不过小红看皇帝 根本不想追究 看来这件事情牵扯甚广 此次诬陷的虽然是小红 但真正的目标 有可能是明王 明王也是聪明人 不想闹得太僵 便牵起小红的手 冷冷说句 本王希望以后 不要再有此事发生 没想到 二叔的女儿 却不想就此作罢 指着小红鼻子骂了起来 是时候秀一把中华医术了 没想到大家竟然那么无知 都以为是儿戏 女子陷害小红不成后 已经恼生成怒 大骂小红是草包 哪里懂得医术 不过辱骂皇亲国妻 重则当珠 加上九阶强者明王的威压 女子瞬间腿软跪了下去 皇帝似乎还在期待着什么 顺着女子的话 说宴会正需要有节目 便让小红来表演医术 大家都知道皇帝 只是想念一宴小红的医术 女子趁机也添油加醋 此时一位颇有名气的才女 也补上一刀 此人先前也总是欺负小红 加上刚刚中义的世子 竟然为小红说话 小红也没必要推脱了 那就来吧 为了让小红出城 财女自告奋勇说自己有病 小红委屈说道 如果诊断不出是不是会死 明王三字霸气回应 有本王在 皇帝知道明王这是在警告大家 可能还包括自己 但这个世界是凭实力说话 就算是皇帝 有气也只能吞下 小红接着用一条细绳绑住财女卖国者卖 不过这个世界还不懂这种衣服 财女吓得吼叫起来 小红一番解释后 众人还是觉得小红是在故梦玄虚 不疑会 小红已经大概了解 财女是真的有病 而且这病经常各个名医都没治好 小红这么快就诊断完毕 财女更加认为小红不会医术 小红是现代人 注重隐私 特地跟财女商量私下聊 财女却不以为然 让小红直接说出来 小红如愿 原来财女因为某些原因 已经半年没来月室了 此话一出 瞬间让财女羞红了脸 财女应当众被诊断出半年没来月室 恼羞成怒 正要发飙 没想到财女的父亲户部尚书出来说话了 尚书对女儿这病也是头疼了许久 连宫中的御医都无能为力 既然小红能诊断得出来 想必知道怎么治疗 便请求小红出手相救 小红深深懒腰 表示可以一事 说完便跟皇帝借了一套银针 正当小红要给财女施针时 财女一阵头皮发麻 小生对小红警告 小红可不理会 对着财女脑袋就是一针 众人对这种制法闻所未闻 连同御医也开始质疑小红的医术 凝望一个事宜 大家赶紧都闭上了嘴 而财女 每被施一针 都疼痛难忍 其实对小红来说 治疗也有温和的 但财女先前总是欺负自己 才故意用此方法报复财女 失真完毕 财女变成了一个刺猬 惹得众人哄堂大笑 京城四大美女的名头瞬间掉了一地 财女气得站起来正想大骂小红 众人却发现财女后面衣服一滩血色 这下更加证实了财女的病症 看来财女在京城是要射死一段时间了 财女更加生气 伸手就要打小红 小红一个闪躲 财女摔得个四脚朝天 理智的尚书过来打了财女一巴掌 赶紧做一项冥王和小红道歉 冥王可能是对小红的医术很是认可 竟然喊小红为优二 这一喊听得小红一击灵 又听到尚书还会重金酬谢 小红瞬间变成了心性眼 不过贪财是财 前世作为心狠手辣的杀手 小红可不是傻白甜 治疗财女的时候故意留了一手 如对方所说 小红确实做了手脚 目前财女的病看似治好了 但不出一个时辰 她的肚子就会疼痛难忍 到时候只能上门求饶 要么斩草除根 要么留一后手 这是作为前世顶尖杀手的基本素养 就在此时 有人举起酒杯敬小红 正是皇帝的儿子 也是唯一被封王的皇子 传闻这个皇子总是满脸笑容 但成死极深 看来必须小心为上 小红只能客气应对着 果然 皇子下一秒问小红哪里学的医术 冥王见状 抢先替小红回答 有份参与陷害小红的小妾 还是不肯放弃 想用门当户队来拆散小红与冥王 便出来敬言 称不能修为的废物 配不上九阶实力的冥王 可惜小妾没想明白的是 一个九阶强者 想娶谁就娶谁 连皇帝都忌惮她 哪里轮得到她指指点点 不过冥王知道小红的惊人天赋 刚好可以洗去多年来不能修行废物的头衔 小红穿越过来后 虽然的确是治好了这具不能修行的身体 但天赋根本不知道在什么等级 看到冥王自信的样子 小红也无所谓了 冥王和小红一同走到测试水晶前面 冥王抓起小红的手 凑到小红耳边轻轻提醒 为了证明女主不是废材 男主特地让她当众测试天赋 冥王温柔抓着小红的手放在测试水晶上 水晶竟然毫无动静 就在大家准备看好戏时 水晶又有了反应 治下而上缓缓变成了金色 小红不会是最差劲的天赋吧 二叔一家开始嘲讽 小红稍微一认真 测试水晶竟然开始迅速上升 金色越多表示天赋越高 不仅仅如此 上面突然又多了几种颜色 最后直破顶层 水晶发出耀眼的光芒 测试完毕 水晶显示着万象体 这可是最罕见的天赋 吃瓜观众都惊呆了 二叔一家咬牙切齿 皇帝看后也安安大吃一惊 自己的弟弟也是最高天赋 如今弟妹也是 那以后还得了 皇帝狠狠抓着把手 已经动了杀心 小红还不知这种天赋 凑近冥王请教 小红明大后不禁激动起来 说了句让大家都傻眼的话 那以后是不是能扑倒王爷你了 而一旁的堂姐极度到了极限 好像发疯了 竟然对小红动起手来 幸好护卫反应迅速拦了下来 冲动的堂姐行刺失败后慌忙解释 二婶也赶紧跪下求饶 小红给了堂姐一个机会 打赌一个月后就能打败她 要知道两人可是差了三层实力啊 其实小红天赋过人 不过在别人看来实在太自大了 跪在地上的堂姐瞬间有了自信 站了起来 对小红说 你可别后悔 女主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废材 当众宣布挑战一个比自己强很多的仇人 女主叫小红 这天在夫君明王的鼓励下 小红当众测试了自己的天赋 是十分罕见的万象体 也终于洗掉了废材的人设 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 小红向诬陷自己不成的堂姐发出挑战 打赌一个月后就能打败对方 皇帝正愁怎么灭杀掉天赋一灵的小红 当然支持这一堵约 堂姐嘚瑟了起来 心想到时候一定要狠揍小红 小红可不会让欺负过自己的人那么舒服 又追究堂姐陷害自己偷汉子的事情 污蔑皇亲国妻这可是重罪 要以临边重打两百 不过小红可不想把人打死 就给打了个折 听到这堂姐已无得色的样子 哭着让二叔救自己 二叔也无可奈何 自己做的孽 女儿来受着 堂姐暗暗发誓 一定要报复小红 明王对小红饶了堂姐一名女士差异 堂姐可是自己的垫脚石 而且害过自己的人 要让她活着鼻子更痛苦 明王走了过来 轻轻抚摸了小红的头 小红前世可是高涌的王牌杀手 哪里有人敢摸自己的头 瞬间羞红了脸 对着堂堂九阶强者的王爷吼叫起来 众人看在眼里 以后哪里还敢欺负这么嘎道的王妃 明王一手把女主抓了过去 还向着胸口伸手 女主根本无力反抗一个九阶强者 她到底要干嘛 明王和小红参加宴会后一同回复 小红问起明王伤势 毕竟当时明王重伤是小红治疗好的 这售后必须也得做好 明王回答已经好得差不多 小红不知是不是真的不放心 笑眯眯提出要检查的要求 突然明王严肃起来 问小红到底是谁 正问的小红先是一呆 又冷汗直流 只能随便搪塞过去 心想这明王是真的厉害 这么快就觉察到不对劲 不过这身体本就是原来王妃的 明王再怎么怀疑 也绝对猜不出小红是穿越过来的 明王可不是那么好搪塞的 伸手过去一台小红的下巴 说道本王的王妃可不会炼药 也不会如此大胆 小红还是故作镇定 称自己这些年来只是半猪吃老虎 还细数起自己的优点来 确实啊 这么完美的王妃哪里找 为了转移话题 小红便说得检查伤口了 伸手直接把明王的上衣扒开 明王还是第一次被这么对待过 竟然脸红起来 明王的伤口确实恢复特别好 忽然 小红摸到硬硬的东西 望向明王 现在这姿势两人都不禁脸红起来 小红赶紧站起来干咳了一声 原来明王腰间系着一把软件 明王似乎对小红的身份还是有些怀疑 问了一些关于炼药的事情 小红只能说是在书上学的 这可敷衍不了明王 猛地一把把小红抓了过来搂在怀里 并向着小红胸口伸手过去 吓得小红大喊臭流氓 不过哪里抵挡得住九阶修为的明王 原来明王只是要检查一下小红的胎记 女主都快忍不住喊出臭流氓了 原来明王为了验证小红的身份 擅自检查了小红胸口附近的胎记 小红捂着胸口连退几步 虽然俩人已经成婚多年 但还未有夫妻之时 明王是如何得知这个胎记的 明王解释了一番后 小红又问这个胎记的来历 明王这就不知道了 小红略略有些失落 回到王府后 众人纷纷向明王请安 明王板着脸说道 你们就只看见我一个人吗 众人意识到了什么 赶紧向小红请安 明王又补充了一句 如若有下次 彤彤赶出口去 众人瑟瑟发抖 明王这是在公开护着王妃啊 小红不禁也偷着乐起来 小红还问了明王一些药房的事情 小红也不满着 就是想把炼出来多余的要卖掉 攒点私房钱 明王一句知道了 就让小红先回房休息 把小红委屈成了包子脸 原来明王还让人调查了小红 属下回复称王妃这几年 一直在王府 根本没有被调包的可能性 明王厌不胎记之后 也确定了王妃没有被调包 心想的到底是因为什么 让一个人改变得这么彻底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调包的只是王妃的灵魂而已 明王对小红放下一心后 便安排曾经保护过小红的秦三 继续贴身保护小红 而更让人好奇的是 这对成婚好几年 却没有夫妻之时的老夫老妻 怎么还不一起睡觉 明明是个王妃 却偏偏要自己赚钱藏私房钱 这天小红要去药店 把自己练得要变现 据说这家店老板脾气不大好 药童出来接待 竟然也跟老板一样的脾气 得知小红就是那个 一无是处的王妃 更加没好脾气了 小红也不跟小孩子计较 礼貌表达想见老板墨老的请求 药童用一句 不再便想搪塞过去 小红可没那么好骗 老早就闻到浓重的药味 知道墨老就躲在里面练药 故意刺激墨老这要练不成 气得墨老直接跳了出来 小红也不是胡说 知道墨老练的是羽化丹 但是缺少了一味药材 被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女子纠正 墨老当然不服气 得知小红就是冥王的王妃 墨老若有所思 看见墨老低头不语 小红抢先开头 打算跟墨老打赌 墨老还不知小红 昨晚大出风头的事情 但看此刻自信的小红 也完全不像传闻中的那样没用 小红与墨老打赌 自己如果能练成羽化丹 便让自己在珍宝阁中 挑三样东西 墨老也是着急要用这丹药救命 只能答应 来到炼丹房 炼丹炉竟然是排名第三的神龙顶 看来墨老真的不简单 墨老对小红也是有些担心 毕竟现在看小红才一切修为 哪里有那么多灵力支持炼丹 不过小红依旧自信满满 小红新加入了一味药 又调整了顺序 但是不管是顶还是丹药 灵力消耗极快 此时小红冷汗直流 似乎有些顶不住了 女人是来卖药的 却不小心败了个便宜师傅 女人叫小红 此刻正在炼药 目前一切修为炼丹药确实有点困难 还好有外挂系 小红开启了消耗积分恢复灵力模式 现在炼丹炉的火候已经可以控制 没多久小红竟然真的炼成了两颗羽化丹 一旁的墨老看的都呆住了 而且这两颗羽化丹完美饱满 成功的原因后 墨老两眼放光 心想这女娃子太聪明了 要是能收作徒弟 那就不愁一身本领无人传承了 说完便握着小红的手 称只要当自己的徒弟 这珍宝哥想要什么随便的 小红被这突如其来的热情吓倒 直言还是先考虑考虑 没想到墨老竟然像个小孩一样 撒泼打滚起来 原来墨老当初也看中了小红的夫君冥王 不过冥王简简单单三个字就拒绝了他 面对墨老的耍无赖 小红也是没有办法 而且考虑到墨老的身份 多个师傅貌似也不错 墨老有了传人 也是开心极了 竟然把那个珍贵的神龙顶送给了小红 看来有个便宜师傅很不错 小红此行本来就是来卖药的 便把之前炼制的丹药拿给墨老鉴定 墨老只是一文 便了解清楚 大赞小红确实是炼药的器材 墨老用多市场三倍的价钱回收了这些药 还附送了小红很多草药 看来对这个新徒弟 墨老是真的很喜欢啊 得了个便宜师傅后 小红便回了府 下人通报才女来了 昨夜小红治好她的月事之后 留了一手 不久她必然会肚痛男人 这绿茶果然是上门了 小红还没开口 才女就用质问的口气说道 是不是你做的 小红当然装作不知道 反问今天才女登门不是来赔礼道歉的吗 才女已经肚痛男人 坚持觉得是小红倒的鬼 小红翘起二郎腿 劝才女不要太目中无人 这可是在王府 说完小红还让罚了放才女进来的下人三个月俸怒 这是在打才女的脸啊 才女咬牙切齿 又痛又气 搬出当皇后的姑妈 小红可不怕 自家老公还是王爷呢 皇帝的亲弟弟 才女强忍着姨妈痛 低声下气跟小红求情 没想到给小红两句话刺激 又发飙起来 小红略施小记惩罚了一下才女 才女一下瘫倒在地 听到小红说要用真让自己恢复旧样 才女已经没有了脾气 害怕的瑟瑟发抖 才女之前就想置小红于死地 没想到被反杀 现在又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小红深知这次治好她 以后绝对会报复自己 所以小红向才女提出了三个条件 才女也只能答应 说完小红就给了才女一颗丹药 才女如同饥饿的野兽 慌忙吞下 才女战战兢兢谢过王妃 刚才有那么一瞬间 竟然觉得小红与九节修为的冥王几分相似 不禁害怕起来 女主小红是21世纪的现代人 有一天穿越到了奄奄一息的王妃身上 两人灵魂短暂的会面 让小红发誓一定要帮王妃惩罚害过她的人 这天小红正在王府修炼 外面突然有很多女子的吵闹声 让小红吐槽这王爷 没事娶那么多老婆干嘛 原来是秦嬷嬷带着小妾们来请安 秦嬷嬷一个一个的介绍 随后一位浓妆艳抹的小妾甲抢先开口 向小红请安 不过小红可不买账 让他们以后不要再来请安 不要再来打扰自己 不然就踢出府去 小红这是要来个下马威啊 说完指着秦嬷嬷 大骂她是老妖婆 以后不要瞎晃忧 看到旧凡 秦嬷嬷也不生气 笑着说有一事想请教小红 昨夜王爷是否有留在王妃这边过夜 小红心想这老东西 看来上次还没教训够 脸上还是笑着说 你还真是关心王爷和本王妃 秦嬷嬷接着说道 王妃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为了王府的声誉 请王妃给老奴看一下手工纱 你正清白 秦嬷嬷嬷想 这可是太妃的命令 亮明也不敢违抗 小红可不是以前懦弱的王妃 这哪里忍得了 拿起茶杯就向秦嬷嬷丢去 说道 昨天皇上就抓出诬陷之人 本王妃的清白早就证明过了 难道你是在质疑皇上 小红也是机灵 马上反将了秦嬷嬷一军 秦嬷嬷气不过 大喊是奉太妃之命 随后便直接上手要抓小红 就在这时 小红的贴身护卫秦嬷嬷推开了秦嬷嬷嬷 称奉王爷之命保护王妃 气急败坏的秦嬷嬷不小心说了王妃的名讳 小红马上抓住机会 让秦嬷上前掌嘴 把秦嬷嬷嬷打得跟猪头一样 小妾们都看在眼里 正当要跪拜推下时 王爷冥王出现了 王爷进来后 这些小妖精竟然哭诉了起来 打小报告称小红暴打了秦嬷嬷 众人觉得这秦嬷嬷可是王爷母亲身边人 应该会出头教学小红 秦嬷赶紧上前解释 趁是秦嬷嬷下饭上 要看王妃的手工纱 冥王听完脸一黑 没有说话 秦嬷知道王爷生气了 不禁有些激动和开心 等着冥王替王妃出头 这秦嬷就是冥王和小红的CP粉头啊 冥王突然开口问道 王妃是怎么处置秦嬷嬷的 小红摊着手说打了几十巴掌 冥王眉头微微一皱 说道 被惊呆了 传闻王爷不是根本不在意王妃吗 小妾甲不死心 又说王妃想把他们赶出府 小红调皮地说道 我要抓紧修行 你的女人却老是要来打扰我 冥王竟然先是澄清了 他们不是自己的女人 确实也是 小红只是习惯性把歌姬和妃当一回事 而唯一的妃 还是原主王妃被迫那进来 如今也被穿越过来的自己给赶出府了 这样看来 王府其实就小红一个女主人了 想到这里小红不经脸红起来 不失好歹的小妾甲又在那搅情 给冥王一吼 吓得不敢说话了 这么爱打小报告 当然留不得 小红便把小妾甲赶出府去 杀鸡儆猴 冥王也十分支持 冥王看出了小红的得意 小红也大方承认 原来冥王这次过来确实有事情 要小红去帮忙医治一个人 小红还想趁机捞一笔 给冥王一瞪 马上就怂了 这天王爷拜托王妃小红救治一个人 就在两人准备出发之际 一位女子突然向冥王喊道 离哥哥 多年不见 天然好想你 这一声喊得小红一声鸡皮疙瘩 女子叫偏然 是京城中唯一的郡主 不仅皇上宠着 和要太妃关系也情同母女 这位郡主已经十七岁了还未出嫁 只因是冥王的大夫 非冥王不嫁 在表面上郡主跟原主关系很好 原主也曾这样以为 后来多次被郡主陷害 才认识到郡主的真面目 郡主也看到了小红 特别热情地跟小红打招呼 冥王冷淡地问什么事 郡主马上就撒娇起来 离哥哥怎么把小红带出来了 他身体不好不能出门的 要不离哥哥带我出去玩好不好 小红也不说话 心想这人绝不像之前那些人那么好对付 冥王正着急带小红去救人 直接就拒绝了郡主 郡主仍不放弃 这次冥王礼都不礼郡主 直接把小红给扔上马车 郡主看到这脸色一变 这可是龙轩马 除了冥王没人乘坐过 郡主搬出了太妃 冥王依旧无视 龙轩马翅膀一挥便冲向天际 小红明明什么都没说 郡主却气得暗暗发誓 一定要找机会报复小红 来自现代的小红 坐过飞机 但这可比坐飞机刺激多了 小红心情也好了不少 没一会便到达了目的地 患者叫顾雪衣 礼貌地向小红问好 雪衣竟然是一位白发的美男子 花痴的小红内心窃喜 终于有一个正常的美男子了 终于见到正常的美男子了 女主不禁感叹道 女主叫小红 从现代穿越过来当王妃 现在正跟着夫君去救命 伤者叫雪衣 是个白发且很绅士的美男子 经系统偷偷诊断 雪衣五年前被挑断经脉 还被下了毒 克制多年的毒最近要发作了 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在夫君冥王的催促下 小红赶紧给雪衣仔细看一下 发现锁中之毒一顶都不简单 提炼的技术已经远超这个时代 系统补充了一句 可能是上界的毒 连一师傅问小红如何 有系统外挂的帮助 小红当然知道怎么解决 不过回答的时候也得委婉一点 但还是逃不过冥王的心思缜密 冥王望向小红 心想连末老都无能为力 小红竟然能解 小红也发现了冥王的忧失 不禁心虚了起来 冥王也看出了小红的紧张 贴心说道 你有所隐瞒必然是为了自保 本王不会逼你说出医术之事 小红脸一红 赶紧调皮送了冥王的胃 接着小红要先帮雪衣治疗一番 拖住毒性发作 首先要先放血 众人一听慌忙拒绝 因为中毒的原因 只要有伤口 毒血会喷涌而出 雪衣会血尽人亡 小红十分自信 说只要不破坏皮肤就好了 众人一脸疑惑 这怎么可能 小红让手下紫贝辣子 随后自己拿了个杯子 小红竟然是要给雪衣把火罐 不一会 毒血真的得吸出来了 看到众人一阵目瞪口袋 小红用把火罐吸出雪衣的一部分毒血 众人暗暗称奇 雪衣似乎被小红认真的样子吸引住 一直微笑看着小红 冥王发现了 竟然吃醋了 一把就把小红搂了过来 说 这毒血现在不能碰 很危险 小红什么都不知道 闭脸莫名其妙 王府内 挨了小红长嘴的秦嬷嬷此刻又有了坏心思 让下人去厨房问小红今日吃什么 看样子是要下药 小红被雪衣诊断完便回了府 抱怨冥王有求于人家就用龙轩马送 现在回来却让自己坐马车 赵嬷嬷看见小红回来后 马上跟他禀告抓了一偷偷摸摸的人 正是秦嬷嬷使唤的那个婢女 每两句小红就审问出了秦嬷嬷是要下药 原来婢女弟弟被扣押才被威胁 小红将计就计 让婢女配合演一出戏 吃完饭后 有人大喊王妃晕倒了 秦嬷嬷嬷一脸得意 就说王妃得了疾病死了 让人赶紧准备丧事 小红伸了个懒腰 把秦嬷嬷吓了一跳 小红质问秦嬷嬷嬷什么时候这么厉害 看一眼就知道得了疾病 秦嬷嬷嬷嬷 又心想是要太妃让自己下的 有这一大靠山怕什么 就挺直了腰板说 自然是猜的 此刻已经围过来了很多怯怯思语的下人 秦嬷嬷嬷想着还是赶紧溜 小红也不会让她这么跑掉 说道 有人告密你在鸡汤下药 此时婢女也出来做人证 秦嬷嬷咬牙切齿 恨不得冲上去揍婢女 此刻人证务证据在 小红赶紧添游加速坐视罪名 秦嬷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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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嬷 小红早已做好准备 把捕快就出遭秦嬷嬷嬷嬷的 嬷嬷嬷嬷嬷的文书拿出来 秦嬷嬷处处与自己作对,如今刚好抓住她的把柄了, 却突然出现一人要绑她,林教铁衣,自称是要太妃的人, 要带走秦嬷嬷嬷,此人实力高强,小红完全不是对手, 只能凭理置身,秦嬷嬷嬷要毒杀本王妃, 就因为她是要太妃的人,我就不能处置了。 还是说这本来就是要太妃安排的,铁衣心想, 王妃牙尖嘴利,不如直接出手带走。 就在这时,冥王遇见而来,铁衣面对第一高手, 不禁颤抖起来,冥王冷冷说道,是你们要害王妃。 秦嬷嬷知道大祸临头了,赶紧下跪求饶, 冥王冷眼一瞥,遇见一次,秦嬷嬷嬷嬷嬷嬷嬷下来想解释, 可冥王从来不听解释,铁衣自知无法避命, 便想出手搏一搏,而冥王紧紧一招, 就让这个五阶高手当场避命,冥王不忘杀鸡景侯, 说道,以后谁还敢嫁害王妃,这就是下场, 众人瑟瑟发抖,冥王凑近小红, 里气变得温柔起来,怎么,被本王吓到了, 小红脸微微一红,问道,你怎么回来了, 冥王说道,我要是不回来,你就要受伤了, 小红被冥王的霸气摔到了,眼神都变了, 都想立刻把冥王推倒了,回过神过来, 这两人也是麻烦,毕竟都是要太妃的人, 冥王早就不爽要太妃管得太宽,不经气愤说道, 有何不可,而要太妃这边, 下人禀报安插在冥王府的人全被灭了, 要太妃很是生气,一旁的郡主添油加醋, 把一切责任都推向小红, 要太妃现在更觉得小红留步的, 两人又密谋了一记,女子还是第一次与一个男人这般靠近, 忍不住就摸了摸人家的胸肌, 不禁感叹,真硬啊,女子叫小红, 从现代穿越过来变成了有妇之妇的王妃, 这天夫妇俩一起来到魔障森林, 为了是帮好友找寻一位珍稀药材, 顺便历练一番,小红问冥王了解这魔障森林吗, 但感觉对他非常熟悉,像是丢失了一部分记忆, 小红满心说道,小毛病,我一定会帮你治好, 冥王感受到了一只凶兽的所在, 把小红一伦,抱着小红便出发, 小红被这突如其来的公主抱下道, 有些娇羞,冥王却是只在依纳水浇, 好不容易发现了她的踪迹,得迅速赶过去, 小红在现代式冷酷的女杀神, 从未与男人如此接近,有些害羞, 又忍不住摸了摸冥王的胸肌, 没想到便停不下来了, 这也太好玩了,被抱着反正也没事, 小红又得寸进尺摸了摸冥王的腹肌, 冥王有些不爽问道, 你在干什么,小红紧张回答道, 你是我像不吗,我摸摸怎么了, 小红心醒,摸一下怎么了, 睡你都是合法的, 冥王还从未被如此对待, 竟然感觉身体有些燥热起来, 从小到大,冥王对女人毫无兴趣, 也从不允许女人近身, 可是今天,就是刚刚, 身体竟然有些异样, 冥王忍不住把小红抱得更紧了一些, 没一会儿,便到了一处湖边, 果真有一条水胶,还会说话, 看来等级不低, 哪有出门打怪还这样秀恩爱的, 女子叫小红, 这天她的夫君君夜离跟她一同来魔障森林, 为的是取水胶那单给小红服用, 好提升修为, 一路上小红都不用走, 君夜离就这样公主抱着小红遇见飞行, 很快就找到了水胶所在, 水胶看来已经修炼多年, 竟然也会说人语, 小小人类, 竟敢打扰我休息, 君夜离十分淡定, 看了一眼水胶, 轻轻一塌, 便飞了上去, 拿出上古十大宝物之一的蒸云剑, 刷刷刷几下, 便斩了水胶, 小红秒变迷眉, 感叹这也太帅了, 君夜离把水胶那单拿到小红面前, 冷冷说道, 服下那单, 小红满脸幸福说道, 君夜离, 你是不是怕我把你输掉, 君夜离一皱眉, 你别太自烈, 心想, 修为修修修往上涨, 看到小红满下后, 君夜离开始计较, 说道, 你这女人真是大胆, 竟然还敢知乎我的名字, 以往可通常是要受罚的, 来自现代的小红可没那么多规矩, 问道, 难道府里的女人都没人敢叫你的名字吗, 君夜离这已经是第二次成亲了, 本王说过, 她们不是我的女人, 君夜离心里也承认, 确实对小红有些过于上心了, 小红突然脸红了起来, 心想, 听下人说君夜离从未碰过割击, 也没有什么通房丫鬟, 难道君夜离还是个厨, 想到这里小红竟然一脸邪恶模样, 君夜离帮小红斩杀水浇后, 小红便要求独自闯到魔障森林, 君夜离不大放心, 留了一把宝剑给小红自保, 君夜离仍然放心不下, 便在暗中保护小红, 期间小红涌闯魔障森林四层, 收集了足够治疗血液的药材, 还获得了嘉兰学院的门票, 都凭借自己的实力, 逢兄话急, 直至最后竟然遇到了一人多势众的邪教, 小红差点与命在此, 幸好君夜离及时出现, 化险为夷, 君夜离抱着身受重伤的小红, 说道, 我一直在你身边, 小红心安了不少了, 看着君夜离有些害羞, 说道, 我们回去吧, 就在君夜离要抱着小红回去之时, 天空突然设下一柱光柱, 目标正是君夜离, 难道这是上界的召唤? 随后君夜离便缓缓上升, 原来, 上界和下界的通道便在这魔障森林之中, 只要修行者达到九阶巅峰, 就可以打开通道飞升上界, 不过此次君夜离并没有主动打开通道, 难道君夜离就是上界的人? 怪不得会失去一部分熟悉的记忆, 小红望着离自己越来越远的君夜离, 不免伤心起来, 如果自己要到上界找他, 那就得实力达到九阶巅峰, 可是现在才二阶, 那可要好多年了, 小红十分不舍, 飞升上界是所有修行者的梦想, 包括君夜离, 不过此刻君夜离并不想飞升, 如果自己就此离开, 魔障森林第四层危险重重, 小红又身受重伤, 根本无力抵抗, 君夜离做出了决定, 不能这样丢下小红, 便遇见刺向自己的心脏, 随后掉了下来, 光柱也消失了, 小红问, 你怎么又落下来了? 君夜离淡淡说道, 我刺穿了心脏, 将实力跌到九阶巅峰之下, 小红捂着嘴, 十分心疼,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会死吗? 君夜离说道, 这里太危险, 我必须留下来保护你, 放心, 我未必会死。 小红脸微微一笑, 特别感动, 君夜离抱着小红离开, 突然, 周围出现大量六阶魔符, 君夜离斩杀几只后伤口更严重了, 竟然晕了过去, 现在的小红根本无力斩杀这些凶兽, 这可怎么办? 此时男人已经身受重伤昏迷过去, 剩下小红根本无力抵抗大量来袭的凶兽, 正在这时, 小红想起可以利用精实升级外挂, 目前的积分刚好换个防护球, 不过却只能维持12个小时, 凶兽已经把防护球团团包围, 小红必须利用这紧凑的12小时治疗君夜离, 跟外挂系统要了很多医疗工具, 便治疗了起来, 君夜离的伤口非常长, 小红很是心疼, 竟然会为了自己这样自残, 暗暗发是一定要治好君夜离, 手术进行了整整五个小时, 小红终于把君夜离的心脉接好了, 接下来还要把自己的血输给君夜离, 输着输着, 小红运了过去, 再次醒过来时, 小红发现君夜离已经醒了, 君夜离霸道地说, 本王不许你以后给别人输血, 也不许你伤害自己, 小红微微脸疯, 心想, 他是在关心我吗? 君夜离问道, 心脉是你连上的吗? 要知道, 九阶巅峰的君夜离也仅仅只有三成机会, 并且要数月才能恢复心脉, 君夜离不禁感叹小红的医术真是玄妙无比, 小红对君夜离比了个心, 得意说道, 小小医术, 不足挂齿, 而防护球时间现在也仅仅剩下一小时, 不过君夜离似乎并不着急, 搂住小红说道, 那我们就再休息一小时, 小红的脸滚烫起来, 因为在君夜离怀里, 问道, 这里还疼吗? 君夜离笑着说, 因为你的医术, 现在伤口已经恢复九成了, 不想去上界看看吗? 男子是王爷君夜离, 九届巅峰的强者, 早前被上界召唤差点飞升, 却强制中断了大家梦寐以求的目标, 君夜离回答道, 我很想去, 可能有很多秘密等着我, 但我会带上你一起去, 小红有些害羞, 就在这时, 防护照保护时间也到了, 君夜离自信说道, 接下来看为夫的, 虽然受了伤, 但斩杀这些六届凶兽如同踩死蚂蚁一般, 小红看得都呆了, 因为身受重伤, 小红激动腿一软, 向后倒去, 君夜离反应也是极快, 在后面稳稳地接住了小红, 服用完丹药的小红好了一些, 睡了过去, 君夜离看着小红有些心疼, 心想不能就这么待在荒郊野外, 随后便砍起树来, 这是要干嘛呢? 不知过了多久, 小红醒了, 发现自己正躺在床上, 身处一间好看的小木屋里, 好香啊, 原来君夜离在烤鸡, 小红大口吃了起来, 不小心说了句, 就连现代做的烤鸡, 都未必有你做的好吃, 君夜离竟然问道, 现在是谁, 看来是又吃醋了呢, 小红赶紧转移话题, 问君夜离之前给别人做过吗? 君夜离回答没有, 那为什么第一次做会这么好吃呢? 君夜离回答, 练习得多了自然就好吃, 原来君夜离已经默默烤了无数次了, 小红一直吃, 吃得肚子都快撑爆了才停下来, 满嘴都是油, 君夜离竟然想帮小红擦嘴, 吓得小红赶紧说自己来, 这还是那个高冷的王爷吗? 小红害羞地说道, 手帕洗干净了还你, 女子叫小红, 嫁给王爷已有两年, 两人虽有夫妻之名却无夫妻之实, 在此之前更是素未谋面, 经历几次事件后, 两人的感情已经持续升温, 变成了共患难的夫妻, 在这间小木屋待了两天后, 小红实力终于突破, 夫妻俩感觉是时候离开这里了, 君夜离患来飞溅, 再次公主抱着小红回城, 两人此行本就是为了找寻药材为好友治病, 如今已寻得, 第一时间便先赶往好友住处, 小红发现血液毒性已经发作得差不多, 赶紧治疗, 这次新收养的宠物冰雪禅刚好有解毒的能力, 便让她吞下两味药草加强吸收, 一个小时后, 血液发现身上的毒已经干净了, 而冰雪禅也吃得饱饱的, 两全其美, 突然, 血液爆发出一股强大的力量, 实力绝对已超过九届巅峰, 血液承认自己的确是上届的人, 军夜离也不在意血液的隐瞒, 表示两人一见如故, 无论什么来历都会是好兄弟, 原来, 血液本在上届镇守一个魔头千年, 而在五年前, 徒子徒孙为救魔头给血液下了毒, 这种毒极其可怕, 实力越强发作得越厉害, 所以只能封印了自己, 证断部分经脉, 强行来到下届, 现在既然毒已经解了, 血液就得回去上届看看魔头被救出来了没有, 如果真出来了, 那将是场灾难, 临走之前, 血液送给小红扶摇翅的种子作为蟹脸, 融入人体后, 会在合适的时机绽放一堆万里扶摇翅, 而这种子是血液最好的朋友陨落之际, 交给他保管的, 小红听到这不好意思说, 血液则觉得非常合适, 因为血液的这位好朋友, 正是失去记忆的军业离, 小红与夫君回到京城之时, 已经满城风言风语, 都在传王妃与堂姐姐妹俩没皮没脸, 为争抢王爷公开决斗, 一个狠毒, 一个狐媚, 要是能修了就好了, 让骗然郡主做王妃, 这些当然是出自要太妃和郡主之手, 不过这些对小红都是小事, 夫妻俩心灵相通, 对视了一下, 狗粮真香, 要太妃和郡主一同上了门, 军业离语要太妃说话之际, 还故意搂着小红, 要太妃厚着脸皮夸起郡主, 大赞郡主跟小家小顾的相比就是不一样, 没让百姓看了笑话, 论长相和才华也是数一数二, 郡主才适合当明王妃, 郡主还以为自己的计谋能成功, 红着脸说道, 离哥哥自会判断的, 军业离却淡淡说了句, 郡主确实不错, 所以还是另选他人吧, 说完便要送客, 太妃在后面气得发飙, 军业离头也不回, 郡主也红了脸, 不过这次是因为羞辱, 军业离对小红十分有信心, 相信小红的决斗绝不会输, 小红为破郡主的阴招, 便到镇北侯府找唐姐云若, 点名来意, 原来, 郡主不仅对两人造谣, 还请了高手帮云若提升实力, 几句话下来, 云若已经知道自己被愚弄, 气得把茶杯都摔掉, 果然女人翻脸比翻书还快, 昔日两人仇身四海, 现在却变成了盟友, 小红在现代看了不少狗血小说, 这次刚好带入郡主, 然后交由情报部门散布出去即可, 两人一拍即合, 因为小红的计策, 这两天街上已经出现了新的传闻, 到处在说云家两姐妹之所以会决斗, 完全是因为翩然郡主的心迹, 此时翩然还不知, 打扮成男子模样来到德云楼, 小二热情介绍, 绝对是一出好戏, 翩然以为还是之前的内容, 特地点了一壶上好的龙井享受起来, 小红刚好女扮男装在楼里, 挨着翩然就坐了下来, 浪尖的就是自己, 好戏开始, 台上扮演翩然郡主的角色被故意丑化, 一开口便是要做明王妃的女人, 满是讥讽, 郡主实在听不下去, 当场发飙, 却被围观的老百姓吐槽是镶下来的, 并告诉了他翩然郡主的真实人品, 翩然心态瞬间崩塌, 短短两天, 为何舆论反转得这么快, 翩然指着小红破口大骂, 极其攻心竟然口吐鲜血, 最后小红还把这些通工推给了另外一个人, 翩然似乎猜到了, 之后便昏厥过去, 君业离与小红一同参加宴会, 此次宴会上有嘉兰学院的导师, 如果小红想要再提高实力, 后续就必须去嘉兰学院学习, 宴会上君业离向对方介绍了小红, 不过对方却趁机讨要一些东西, 天元国的君权皇帝仅掌握了三分之一, 而另外的三分之二则是在君业离手里, 此次对方要的便是君业离的军权, 对方自称和赵王关系要好, 如果想要王妃进嘉兰学院, 那便将军权全部交给赵王, 赵王是君业离的侄子, 也是皇帝的儿子, 此时也出来说服君业离, 不过倒是很多鱼, 因为君业离想都没想, 便答应了, 赵王但真没想到君业离为了王妃可答应的这么果断, 小红也被君业离这行为感动到了, 不禁脸红起来, 君业离想都不想, 就要把军队换成学位给小红, 小红十分感动, 不过转念一想, 天元国之所以国泰民安, 完全就是靠君业离的个人实力和军队震慑, 可是现在又不能公开反对, 于是小红心生一计, 收一个学生就要三分之二的军队, 要来干嘛? 当然是造反啊, 对方说不过小红的伶牙利齿, 竟然要动手, 君业离空手便挡了下来, 此时众人议论纷纷, 赵王马上出来调解, 称要军队只是开个玩笑, 我不要你的军权, 但我作为导师, 认定小红天赋一般, 心思歹毒, 不符合嘉兰学院的招生要求, 说完还回头得意看看君业离, 君业离也没有生气, 小红更是自信满满, 反问导师就没有其他渠道吗? 除了导师各自招生外, 确实还有, 那就嘉兰学院的令牌, 世间仅仅有三块, 已经用掉了两块, 最后一块就在另外一个国家的皇帝手上, 这可是军权都换不来的, 说完导师更加得意了, 没想到小红直接拿出来一块令牌, 导师还没反应过来, 对对就是他, 上次在魔障森林, 小红不小心救了他们的太子, 太子便把这块令牌送给了小红做人情, 一个七阶高手, 也是第一次被耍成这样, 小红得了礼不饶人, 怒斥导师唯利是图, 根本没有把心思放在教育上,